工厂排放废弃工地粉塵 燃烧垃圾精止或汽机车排气 还有伴随季风而来的境外污染物 每一天吸进肺部的空气 充满各式各样环境污染物 会确保国人健康降低离癌风险 吴卫院要将PM2.5的标准门槛再提高 污染源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管控 都要花很多钱 那你不降 那浓度很高 那你会生病你要花很多钱 所以我们考量经济的成本 考量健康的成本的花费之后 发现那一个交叉点刚好在12.5左右 疫情过后民众不必随时戴口罩 但空气中的污染物却伴随每一次呼吸 进入人体增加了癌心血管疾病风险 国卫院洗手环境部执行8年计划 改善台湾空气品质标准 将PM2.5年平均值 调整为每立方公尺12.5维克 国际环境研究期刊 分析环境部20年来 全国PM2.5空污浓度监测 必对台湾肺癌登记资料发现 持续曝露在PM2.5环境当中 超过30年 女性不吸烟者 65岁以下成年人 肺腺癌风险大幅增加 PM2.5是台湾肺腺癌 疑患肺腺癌的一个 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所以居住在空污地区的民众 希望借由这样的肺癌栽减能够更早期的去发现 预防剩余治疗生命环境本为一体 毕竟谁都不希望空气污染成为恶性循环 吸进致命的一口气 明世新闻高贼和公众议特别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